阿甘正传里出现过一根羽毛 有多少人知道那根羽毛的含义 小的时候 妈妈送阿甘上学 那是她第一次走向社会 不知道将要面对什么 人生就像喝夹心巧克力 你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 阿甘也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旅程 后来她送自己的孩子上校车 羽毛第二次出现 那是一个轮回 就像妈妈送阿甘上学一样 同样 阿甘的孩子 也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经历 但是 面对未知飞扬的羽毛 象征着希望的高飞 这也是这根蓝羽的故事 我也希望我的孩子 可以像阿甘一样 满怀希望地去面对未来 乔师傅 能不能帮我用这片羽毛做个包 关注我了吗 早就关注了 好吧 我就帮你做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 än 2 2 3 5 5 3 2